以哈冲突 以色列将提升陆海空打击 和重落地面行动来清剿哈马斯 民洋大火董作再度致歉 全部嫌罚30万元未问金 给10位罹难者 外传台积电龙潭扩建计划生变 可能会放弃在龙潭设厂 北市规划设置勒林安全区 去保高龄人士的用路安全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10月15号的公示晚间新闻 我是曹燕俊 今天首先我们来关心的话题是 以哈战争来到了第八天 以色列国防军在14号指出 会提升海陆空打击 还有重大地面行动 在全面发动地面入侵之前 会给平民更多的时间来撤离 不过哈马斯领袖是呼吁 巴勒斯坦人不要撤离 加萨棗廊的夜空不时亮起 橘红色的火光直到天亮 以哈战争进入第八天 由于以军已经发现好几具 遭到绑架的以色列人质遗体 以色列国防军14号发布一份声明指出 军方与激进组织哈马斯的战争 正准备进入下一个阶段 要加强清剿哈马斯的行动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还前往前现故事起 国防军表示将透过联合作战 扩大攻击 包括海陆空三方联合打击 跟重大地面行动 为了准备目前已经有不少战车 停住在加萨邻近的城市阿什凯隆 还表示全面发动地面行动之前 会给巴勒斯坦民众更多时间 离开加萨北部 但逃往加萨南部的路上 仍有部分巴勒斯坦民众 在以军指定没有安全疑虑的 两条撤离路线上 遭到空袭丧生 为此哈马斯呼吁巴勒斯坦人 不要撤离 以色列不停歇的空袭 也让加萨北部数千名的患者 撤离到南部的医院 但在患者持续增加 无法接受外界的人道援助下 各医院早已人满未患 欧盟外交核安全策略 自身代表普瑞尔就批评 以色列封锁通道 禁止物资进入加萨的做法 违反国际法 在没有任何救援下 要求加萨北部100万名众 24小时撤离到南部 根本不可能实现 而在以哈战争下 一军表示 格兰高地再次遭到叙利亚 发射两枚火箭弹攻击 以色列国防军 也针对炮火进行了反击 对此美国14号也宣布 除了日前派出的福特号航母 将增派艾森豪号航母 前往地中海 贺阻伊朗 黎巴嫩真主党 跟叙利亚等国家 架入冲突 观新闻承受我们便宜 以色列及哈马斯的战争 也导致各国陆续 有传出了炸弹威胁事件 像是在法国的知名景点 班尔赛宫 还有罗浮宫 当地时间14号都接获到 炸弹的威胁 紧急的疏散人群 而至于在马来西亚的 柔福尔州的商场 也有接获到威胁 放置炸弹的电话 要求当局不要支持巴勒斯坦 随着警铃声跟广播 不断响起 大批参观民众往门外走 广场上挤满 被远景要求疏散的群众 以色列跟伊斯兰基金组织 哈马斯的战争 让法国当地校园 发生攻击事件之后 现在凡尔赛宫跟罗浮宫 在当地14号 也陆续接到炸弹威胁讯息 紧急疏散参观民众 罗浮宫因为展出知名化 做蒙娜丽莎的微笑 每天有高达 三万到四万名游客参观 巴黎警方接获消息后 赶到这两个观光景点 疏散人群 封锁所有的出入口 还对馆内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暂时没有搜到任何炸弹 由于法国阿拉斯镇 一间高中 43号才发生攻击事件 造成一名教师丧命两人重伤 认定与以哈冲突有关 让法国总统瓦克宏 14号宣布全国进入紧急攻击状态 并且把法国反恐安全计划的等级 落到最高 部署部队巡逻 保护公共场所 目前还在巴黎的里昂车站 发现疑似瓶装的爆裂物 禁忌疏散群众 除了法国 马来西亚的柔佛 新山谷中城广场 14号傍晚也接到匿名威胁电话 警告当局政府 不要支持巴勒斯坦 负责将设置炸弹 当局紧急动员数十名的警力 干到现场疏散人群 还调动两组警犬去搜索 暂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 关于西亚陈生秉宜 这位总统大选剩下三个月 而蓝白河是再度掀起波澜 国民党提议开放式民主初选 这让民众党的柯文哲 是直批侯伴执行长金普聪 说他没有合作打算 而是别有用心 不过金普聪是回应 要就事论事 不要说翻脸就翻脸 立平联署的郭台铭是重申 要注重主流民意 才可以促成在野大联盟的团结 而致民党赖清德 是南下到高雄来参拜 谈到国家主权就是所有权 接受九二共识 等于是放弃台湾主权 出席民团守护外木山四街影响的说明会 民众党柯文哲仔细聆听 虽然没有签署承诺书 要带回去先研究 但也呼吁环团和台电能公开辩论 总统大选不只能源议题 倒数三个月蓝白河怎么推出 在野最强人选 十四号会前会人没共识 尤其是国民党提议开放式民主初选 让柯文哲摇头 再批侯伴执行长金普聪 没有打算合作 别有用心 就突然就觉得说你不知道我的 我们就不用谈了 就不要谈下次的会议 金普聪强调不用全民调 是因为有效度性度的问题 太容易被操控 喊话柯阵营能继续谈 不过再也要整合 还有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就喊话 快点归队 柯文哲的蓝白河也说 一定要拉郭台铭进来 民进党赖清德勤跑路站 高雄公庙一个接一个参拜 打出国家主权牌 要民众看清两岸局势 接受九二共识 等于放弃台湾主权 还要提高国防力量 浅见续造守护台湾 赖清德强调 如果中国可以尊严对待我方 政府也会愿意对话 但也要大家认清局势 不要因为中国加大 对台湾的威胁就害怕 记者综合报导 民洋大火造成了十人死亡 一百一十三人受伤 而董事长和律师团 今天是说明了善后处置 会先为十名的罹难者 发放每个人三十万元的慰问金 其中六位罹难员工 已经发放了丧葬费 还有四十个月的工资 来当成死亡补偿 而搜索员会另外的拨款项 来补偿金额待计 同时也表示 厂区会拆除之后重建 也会聘请专家组成顾问团 并投入资金来改善设备 记者会开始前民洋公司董座 刘安号率领公司干部 孙生鞠躬再次表达歉意 事发至今三周 十五号公司说明灾害补偿 以及重建的方向 民洋统计事故造成死死 一百一十三人受伤 目前还有四位重伤 数位轻伤者需要持续治疗 强调伤者医药费会全额负担 到十五号为止已支付两千五百三十万元 也在会中付上公开信托基金五亿元的契约书 展现公司赔偿的诚意 董事长两度鞠躬道歉 明洋也表示已委托第三公正单位进行调查 为重建复工将聘请包括消防防暴公安等专家 组成顾问团 投入资金改善设备 灾害管理师林青鸿则认为 灾害应变指导专家是否找对人 以及计划内容是否周全 也要留意 林青鸿说明洋言里组成的顾问团是涵盖公安消防 而不是以消防安全战多数 力求改变的立场值得肯定 但也建议网罗更多领域具有执行能力的专家来提供建议 成功的机会会更高 记者王老庭 孟昭全屏东报导 美洲的习产力风波延烧 桃园市卫生局在日前是接获检举 玉凡食品有限公司的桃园分公司 半售美国猪肉 但出货却是标示不实 卫生局表示 在会同食药署前往稽查的时候 现场是查获到业者 在今年3月到10月所出货的两项猪脚原切片产品 自然是外包装是标示原产地是美国 不过提供给下游业者的产品报价单 却是把产地标为加拿大 一共出货给6个县市61家业者 大部分是自助餐 便当店 还有企业员工餐厅 而产地标示不实 可能会涉及刑法 将以请司法机关来调查 原本台积电是传出要参加桃源市龙潭科学园区的第三期扩建计划 在当地设产 而反龙科扩大土地征收自救会就透露 台积电决定要放弃设厂计划 这次台积电视回应表示 19号要举办法说会 在会前有节目期 无法回应 有专家认为设厂备案 像是中科和南科等厂房 都还有空间选择 反龙科扩大土地征收 周边居民组成自救会多次抗争 13号自救会发文透露 台积电认同在地乡亲爱护土地和家园的情怀 台积电决定放弃 原本在扩建案内的设厂计划 逐科管理局发声明回应 原区扩建是为了引领台湾产业聚落升级 不是为了单一厂商争地 因应地方有不同声音 将重新调整扩建范围 兼顾产业发展和民众权益 达到双赢 对此台积电回应 因为19号要举办法说会 会前有节目期无法回应 专家则认为台积电有关一奈米 要到2028年才量产 加上市场需两年时间 目前还没有击破性 但有其他备案能选择 台积绝对还是有他一奈米的 那个建厂选址的替代方案 毕竟整个台湾从北到南 其实应该还是可以 帮台积找到一些好的一些地点 来未来在市场跟量产 它的一奈米 专家认为台积电能在其他厂房 找到空间做一奈米设厂调整 而台电和台积电正在合作 国内第一个单一大厂绿电弹性分配 被监理沙盒实验 预计明年开跑 记者游文次张子佳才报道 政府推展全民国防概念 最后传出六都的民房人力 除了桃源之外 都比五年前还要少 而且平均年龄都是在五十岁以上 专家就分析了 青壮年因为身处于 要承担工作和家庭的阶段 所以建议政府要编列足够的预算 来增加诱因 比方训练的内容和装备 网路平台上这本九月底 出版的可爱绘本 以图画搭配文字 要让小朋友了解军人保家卫国 让全民国防观念向下扎根 不过对比二零一九年六都民房人力 统计到今年九月底 台北少三十三人 新北少一百八十九人 桃源增加二十八人 台中少九人 台南少五十七人 高雄少八十六人 除桃源外都呈现减少 且平均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上 陈国民表示青壮年正职肩负工作 跟家庭阶段 若没有充足幼婴 很难吸引在下班后 多一份没薪水的职务 建议政府编列足够预算因应 专家和陈威则分析 要改善民房缺口 法制面积组织结构都要调整 招募跟训练方向 也要能及时补位支援 医疗或包括交通 资安维持 通讯的回复或替代 都会变成是民房 可能会触及设置的业务 以这样的任务为核心 那民房的训练 以及人力的招募 应该就可以找到一个方向 警政署强调 警察机关民房 疫警及疫交等 协情名利编组运作 所需的相关经费 是各县市政府权责 会持续协调各警察局 积极向地方政府 来争取民房相关福利 例如携勤费 装备添购 期盼吸引更多人 加入民房团队 记者欧容朋友组台北报道 高雄子官的柯子辽 有一处公庙旁 是发生的枪击案件 那现场至少找到了 十枚弹壳 疑似是诈骗集团 分赃部军所导致 有两个人中枪 自行撞击 而公庙的庙宫 是被榴弹给拨击 导致手臂和腹部有枪伤 警方目前是锁定的六辆车 而涉案人数是超过了十三人 再有林姓男子的车辆 从高雄林雅区 往子官方向移动 最后停留在柯子辽 渔港旁这处公庙 周日清晨大批警力 来到现场 监视人员积极采正 但警方抵达前 已有十几声枪声 划破宁静 民众一脸惊慌 误以为发生枪战 原来是诈骗集团分赃不均 疑似有两百万元纠纷 落单的联系男子在五厅被掳走 随即联络两名友人救援 双方抵达公庙时 突然有人开枪扫射 两名友人背部首部中弹 自行就医 公庙的庙宫也被榴弹波及 腹部首部中弹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距离公庙两百公尺远的 民宅窗户也有弹孔 大白天枪绳大座 引发淋漓惊慌 警方表示现场有十枚弹孔 估计涉案人员超过十三人 案发八小时后 逮捕涉嫌主导掳人的无信主嫌 除了厘清案情 逮捕其他涉案人 也会一并侦办 涉及不法的诈骗行为 记者王庭 孟昭全高雄报道 台中东区的一间卖场 有民众是拍到一名男子 戴着面具 手里面还疑似拿着力气 一度朝坐在用餐区的 男学生接近 虽然说他没有动手 但意图不明 引发了民众敌律 警方表示目前没有接获到报案 不过戴面具男子的行为 也已经违反社委法 穿着灰色上衣的男子 戴着面具 出现在百货卖场的地下室 行为看起来很突兀 而仔细一看 手上一次还拿着力气 甚至一度接近其他民众 虽然男子只是晃晃 没有进一步的行为 但却也让不知情的 其他民众受到惊吓 有民众在网路po出这段画面 单面具的男子似乎觉得好玩 而拍摄者也不断发出笑声 疑似是在录作剧 而拍摄地点 就在台中东区这间卖场的地下室 里头的用餐区属于公共空间 警方表示从画面来看 男子虽然没有伤人或攻击的行为 但已经违法 警方表示虽然没有接到报案 不过会主动侦办 如果确认违反社委法 可除三日以下拘留 或三万元以下的罚还 而麦常表示 也会加派保全来巡逻 一旦有可疑的人事物 就会通报警方 确保顾客安全 记得林健生 台中报道 南投埔里 目前是饱受垃圾危机困扰 青年队是堆制了上万顿的垃圾 结果十四号 有一对新人 就选在这个垃圾山前 来拍摄婚纱照 他们说除了是要记录生活之外 也呼吁各界 正是台湾的垃圾爆量问题 今时期拍下 造型师正在为这对新人补妆书画 摄影师也在构思画面 而背景却是成堆的垃圾山 来自北部的邱先生和薛小姐 明年就要步上红毯 年底开始走访台湾 拍摄婚纱照 地点就选中饱受垃圾困扰的 埔里清洁队 其实不只是埔里 其实很多地方都有 像桃园啊 像竹东啊都有 不让亲友去使用一些塑胶带 但是我们会去调查 发现部分亲友觉得很麻烦 想要在婚纱里面呈现说 这个垃圾的位置真的很严重 成果照果然看起来相当壮观 新郎穿着西装 新娘也穿着婚纱 背景却是好几层楼高的垃圾山 这对新人说两个人长期就很关注环保 十四号在南投拍婚纱 临时起义 前往埔里清洁队取景 希望明年一月举办的婚礼 以环保为主题之外 更能够唤起正式 全台垃圾爆量的问题 垃圾山是人见人怕 但是昨天看到这对新人非常勇敢的 甚至于我队员讲说 他还踩到垃圾堆上去都无所谓 我们外孕的量有限 所以目前草屯因应鸟嘴坛的工程 年底要完成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很大的部分 都放在草屯的去化 埔里清洁队表示 去年十二月起 埔里的垃圾印县府要求 只能站着在队部 而每天产生的量为五十吨 但去化的量一天最多只有三十吨 让这座垃圾山目前累积破万吨 县府环保局表示 除了已经请中央协调外线式去化 也请民众要从源头来减量 继续 花莲的瑞穗香农会被检举大量的轻到文旦诱之后 文旦诱的滞销问题也浮上台面 公众新闻带您直级产区 赫岗村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严重滞销 中秋节已过半个月 但瑞穗赫岗产区的幼农仓库里 眼前的景象让人震惊 不但满地的文旦都已开始发黄 一箱箱装好的礼盒也卖不出去 其他仓库如果是空的也非卖光 而是被盘香弃当后 以发黄溃烂 只好倒在自己果园 单靠农会收购 根本无法解决问题 已经损失惨重 更无法购置 加工机具 追隋箱农会则表示 今年因海溃台风大雨影响 正值采收的文旦不但果形变大 外表也水伤 甜度也降低 盘商不来买 滞销情况为近年来最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 锐水箱文旦种植面积 达650公顷 为全国最大产区 每年产量约4500公顿 要如何处理 滞销文旦成加工品 成为重要议题 应该是可以考虑 就是说透过这个冷链的技术 来让它的这个鲜果保存其长 那保存其长 当然要结合一个提早采收 它有充容的作业时间 不过也有用农私下表示 该区域产量太多才是重点 传出已有不少幼农 考虑放去种植 目前只希望这些腐败文旦 倒在自己果园 不要被政府开罚 记者文家凯 欢迎来报道 台湾将会在2025年 进入到超高龄社会 等于是65岁以上长者 会占总人口的20% 比赛交通局是规划设置 乐林安全区 选定在大安区的大学里 在交通事故热点 金融路面的标示速线 还有经由植栽来建造 曲线道路等方式 要降低车速 引导行人动线 台北市交通局 根据长者涉及人数 打算和台北市大安区大学里 当地合作 找出交通事故热点 打造全台第一个交通友善区 以当地公园附近交通为例 因为街道能直通大马路 行进车辆通常车速都很快 住在附近的长辈想骑脚踏车出门 都得提心吊胆 确定没车才赶过 根据统计台北市比起全台 平均更早进入超高龄社会 北市人口约两百五十点六万人 但六十五岁以上 长者多达五十四点一万人 占北市人口的两成 以台北市警局交通 大队资料显示 今年截至七月底 全国高龄长者交通事故死伤 人数多达四点二万人 其中高龄行人因交通事故死亡一百三十五人 受伤三千两百七十二人 所谓的交通友善区 目前朝几大方向改善 包含路面标示速线二十公里 或是路面铺设不同颜色 虽然人车功用 但行人优先 如果是笔直道路 透过直塞或设施建造曲线道路 借此降低车速 台北市交通局表示 这个月会和当地居民店家沟通 确认执行方向后 预计年底前就会完工 记者冤此张子佳台报道 疫情过后观光复苏 民众旅游很常会使用到 住宿餐饮的票券 结果有民众是在旅展 花了两万块钱预订住宿 被台中的消保官就揪出 没有履约保证 这可能会让民众的权益受损 满满人潮挤在会场 台中国际旅展各家业者 祭出超杀优惠价 让民众抢好康 尤其住宿餐饮票券 更受消费者喜爱 但消保官就发现 有民众在旅展 花了两万元预订住宿 但却没有履约保证 因此设立礼券 鉴检服务台帮民众把关 根据中央主管机关 对于旅游行程或住宿服务 均有相关定型化契约 应记载及不得记载 事项的规定 民众在购买前 一定要查阅订单 如果业者是口头承诺事项 也要记载于书面 虽然旅展买气旺 但根据观光署的统计 旅宿业房价持续上涨 今年上半年 已经超越疫情前的同期水准 导致观光旅馆 一般旅馆住用率 都比疫情前下滑 观光旅馆的住用率 只有百分之五十五点四五 平均每晚四千六百一十八元 比疫情前上涨了两成四 一般的旅馆 平均每晚两千五百四十七元 涨了两成二 住用率只有近四成六 有补助的时候 大家都往郊区左 大家该去的可能也都去了 现在没有补助了 然后又开放可以出国 大家现在都往国外跑 业者认为疫情解封后 许多旅客选择出国旅游 间接排解国旅的预算 希望政府可以赶快开放中国游客 自由行货团体旅游 对提振国内的观光 将有相当大的帮助 记者有谢奇闻 彭幻群台北台中报道 因为东北季风影响 明天在东部还有恒春半岛 是有局部的短暂雨 南部会有零星短暂雨 其他地区是多云稻晴 接下来提供您各地的气象资讯 北部是二十一度到二十八度 中部是二十一度到三十一度 南部是二十二度到二十九度 东部是二十一度到二十七度 外岛是二十二度到二十七度 来关心明天的空气品质指标 北部是布朗等级 中部和南部地区都是敏感等级 英兰和澎湖敏感等级 马祖金门不良等级 花东是普通等级 感谢您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